嘿大家好,欢迎来到芭蕾世界,我是您的郭宇浩 今天我来跟大家说说为何舞者在训练前后和日常生活中不要翘二郎腿 和葛优胎一样,翘二郎也是身体本能追寻的一种舒适姿势 腿部激情看似放松了,但它仍是一种靠牺牲膝关节健康换来的挂靠姿势 在翘二郎腿时,由于双腿上下跌加,会导致上腿的骨骼结构受益不均 使大腿过度内旋,而小腿过度外旋 时间一长就会导致上腿膝关节腔内侧间隙压力增大 冰骨软骨磨损加剧,十字韧带从拧紧的交叉状态变为了拧松的平行状态 同时上腿膝关节外自的负韧带也会受到持续的撕拉 如果它过度松懈,就极力导致膝关节的半脱胃 直接影响巴雷训练和日常生活 在上腿膝关节因大小腿失去三维螺训练而大幅降低能力性的同时 下腿膝关节也因上腿长时间的压迫而过度负重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请搜索我心我素巴雷马斯的秘密这本书 您可以在巴雷时期的官方平台找到它 谢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见